公元690年 武则天继皇帝位 改国号为州 定督洛阳 这一天 文武朝城位列两班 武则天端坐龙椅 命武师举行祈福大典 就见武师挥手之间 阴云密布 风卷云涌 一头武找金龙破空而来 金龙县世天降降瑞 此乃大吉之兆 文武百官激动不已 却根本不知 金龙乃武师幻术所化 可就在这时 一边陡生 云武之间传来一声咆哮 金龙顿时 灰飞烟灭 一个面目正经的罗刹飞头 遮天蔽日 口吐人言 要诛杀武则天 护卫军数百剑士启发 却被罗刹飞头一口吞下 罗刹口中六根巨大的舌头 砸向地面 护卫军一个照面 死伤大半 吓得文武百官 面如死灰 一根舌头攻向武则天 护卫军统领背后出刀 将其一刀两断 飞头罗刹收回舌头 怒视武则天 要他退位 否则五日后便降下神伐 划尽于此 消失不见 齐福大殿因 飞头罗刹 闹得人心惶惶 武则天急召敌人杰回洛阳 与护卫军统领赫连修徒 联手查办飞头罗刹的来历 究竟是天谦 还是有妖人暗中作祟 祸乱民心 要一查到底 敌人杰不信鬼神 认为飞头罗刹 定是幻术所化 但巫师却一口笃定是天谦 他自认在幻术一道 除了国师能胜他一筹 当今天下 再无人能出其右 飞头罗刹大开杀戒 幻术一甲乱真 也有极限 绝不可能做到 而巫师的这番话 反倒提醒了敌人杰 大唐第一幻术师 国师被天后囚禁后山境地 飞头罗刹究竟是不是天谦 国师应能解他心中疑惑 但几人刚到后山境地 一个气装易服的人影 就吓了众人一跳 此人身法飘忽 如同鬼魅 赫连修徒两名手下与他大打出手 竟不占上风 兵器刺进体内 对方却毫发无伤 敌人杰定睛一看 看出了破绽 此人四肢僵直 定是被人用无影丝线操控的傀儡 丝线一断 傀儡倒地不起 而控制他的人 竟是一个小女孩 此女 正是国师座下童子 名叫小婉 精通傀儡之术 敌人杰想见国师 但小婉却拦住他们 国师正在闭关 不准任何人打扰 赫连修徒脾气暴躁 就要硬闯闭关之地 没成想 一条青龙凭空幻化 扑面而来 将他震退 青龙身体卷动 阳起风沙 等敌人杰睁开眼时 几人竟出现在湖边停台之上 白衣白发的国师 飘然落于火灭 他话音刚落 就见湖水突然沸腾 武器缭绕 天空阴云密布 雷声震震 飞头罗刹 竟在此出现 赫连修徒两枚手下不信邪 飞身杀向罗刹 但眨眼之间 就被打落而下 死于非命 国师手中浮沉一扫 青龙幻化而出 扶妖之上 于飞头罗刹 站在一处 青龙被罗刹一口吞没 国师与罗刹对视一眼 突然身体自然 片刻之间化成飞灰 国师一死 飞头罗刹竟放过了敌人杰 消失不见 此番亲眼目睹飞头罗刹 敌人杰心中惊疑不定 立刻返回查验死者尸体 他们随后发现 所有死者的伤口 都长出了林甲 如此诡异的现象 无法解释 就见敌人杰拿出一坛好酒 撒在地上 对着棺材 喊了一句 喝酒了 此话一出 棺材枝鸦一声响 从中窜出一个人来 此人碰头购面 背脱脸黑 乃是大唐第一武作 鬼老 鬼老性情古怪 最喜欢喝酒 敌人杰偷其所好 他这才说出了一段 关于林甲的隐秘 险庆五年 一只精锐的隐秘卫 离其失踪 而失踪后的一个月 奈川河上陆续飘下 数百隐秘卫的尸体 而尸体上 全都长出了林甲 虎毛和兽爪 鬼老曾将此事 禀告天后 结果天后下了风口令 并将他终身囚禁在此 传闻 奈川黑水河段 由于罗刹妖国 名叫幽都 每逢望约此时 并妖门大开 由罗刹出没 而国师当年 去过幽都之后 便被天后关了禁闭 所有线索都指向幽都 在小晚指引下 几人接几人乘着小船 就来到了黑水河段 时间不大 河面突然起了大雾 小船被一股暗流推动 急事而走 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处小岛 岛上有一山洞 洞内散布着隐秘味的事故 而其中一具事故 竟是羊头人身 事故旁边 还有一块羊皮卷 上面记录的 竟是乌丧国的秘术 洗髓结果树 传闻这种秘术 能令断手再生 乌丧国更是在人体上 移植动物的器官 培养妖兽杀手 刚说的这里 九天几声售吼 几名妖兽杀手 闪身杀来 这些杀手身发诡异 无痛无绝 红衣杀手以袖为剑 与敌人节大打出手 敌人节抗荣锦 斗手一阵 红衣硬针而断 红衣杀手不再纠缠 是在鬼影术 消失不见 可就在这时 赫连修都好似看到了什么 将腾身而起 对着石壁一顿猛砍 他这一出手 引得山洞崩塌 敌人节三人立刻逃出山洞 顺着暗流回到了岸边 但赫连修都和小婉 却未能幸免 此时已经天亮 原被晴朗的天空 突生异象 巨大的漩涡笼罩罩洋阳城 雷声滚滚 好似要降下天罚 城内一片混乱 牛鬼蛇神谣言四起 敌人节愁眉不展 等他回到饮食房 却发现放在水中的林甲 不见了 但仔细一看 林甲又若隐若现 竟是雨水融为一体 变得几乎透明 林甲能变色 这让敌人节想到了一个 名叫猪公的动物 也就是变色蜥蜴 可就在这时 水中突然出现一个倒影 敌人节下意识闪身躲避 无内顿时捉翼横飞 偷袭之人来无影去无踪 伴着风声逃出了尸房 敌人节紧随其后 一路追踪 发现了他的真面目 一个被洗碎 结果树造就的蜥蜴人 可改变林甲颜色 融入环境 难怪能无影无形 敌人节被他引入一间书房 没成想 竟在这里 发现了赫连秀徒的尸身 赫连秀徒已死亡多时 却开口说话 尸身竟与国师一样自然 青鹤之间化成飞灰 飞头罗刹案扑朔迷离 每一个死者都双目吃黄 尸身长出林甲和兽毛 随着调查深入 身边之人又接连惨死 先是国师 后是赫连秀徒和小婉 敌人节越发感觉 自己离真相已经不远 先前赫连秀徒对着石壁乱看 定时发现了隐形蜥蜴人 人们都以为是妖在作怪 实则只是乌丧秘书 培养了妖兽杀手 但飞头罗刹形象逼真 还能杀人 又如何解释 敌人节心烦一乱 洗了一把脸 但随后 他看着水盆里自己的倒影 脑中灵光一闪 突然顿悟 想通了关键点 他提笔集书 写下几行字 让手下按照他所写的去办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奇妙大典如期举行 可文武百官 全都坠坠不安 头顶的巨大漩涡 如同催命符 压得他们大气不敢喘 起伏刚一开始 天空队是阴云密布 飞头罗刹 再次现身 眼见他要一口吞了天后 却见一个巴掌 拍在罗刹后脑勺 封杀过后 众人抬头再看 罗刹和漩涡全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敌人节的巨大身影 他一声令下 几名士兵都说 撒下石灰粉和硫磺粉 隐形的蜥蜴人 顿时现出原形 士兵不下阵势 锁住蜴蜴人 令他难以脱困 敌人节一语道破旋迹 眼睛看见的 不一定是真相 飞头罗刹只是假象 真正杀人的 是这头能变色隐形的蜥蜴人 尸体会长出灵甲 正是他的毒液滋生而成 而天上的飞头罗刹 乃是有人以物兵和机关 制造的圣景 在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 将圣景投射在天上 迷惑人心 而机关所在地 就在大定望楼下的密室里 操控机关的几人 已被抓获 那么问题来了 谁才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就见敌人节 看向人群里的巫师 叫了一声 小碗姑娘 巫师脸色大变 原来 自然的国师和赫连修徒 都被小碗做成了傀儡 暗中用无影四线操控 他则用复语发声 误导敌人节 想让他相信 是妖在作怪 敌人节之所以怀疑到他的身上 正是因为士兵 从山洞废墟 抬回了小碗尸体 这个尸体面目全非 但手指细腻 可常年使用无影四线的手 不可能如此光滑细腻 敌人节就猜到 小碗是炸死 而敌人节笃定巫师 就是小碗的原因 只有一点 吴丧国有一种缩骨奇术 能改变人的体型样貌 但脑后的天冲穴 是缩骨大忌 敌人节曾注意到 小碗和吴师 都曾有意避开天冲穴 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 身份被识破 吴师不再狡辩 拔下了穴位里的发三 小碗看似少女 实则年过半百 她以飞头罗刹 制造天前假象 一再动摇民心 引发战乱 推翻天后 为吴丧国族人 报仇 大王 颠覆大唐的计划 失败了 我没有完成任务 最近这二年 一些网络电影 拍的还算过得去 比如这部电影的特效 就播出很多大制作 毕竟没有把钱浪费在演员片酬上 能做出这份特效 也算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美中不足 结尾结束的有些仓促 按揭了一些疑点 原的不是很到位 但看个热闹 还算不错 下一期是 哈尼巴系列的最后一部 红龙 千万不要错过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